大家好 我是佳琴 今天要跟大家午餐来分享新闻的时候了 先看我的午餐要吃什么呢 其实我可以看到 一样是这个全麦吐司 然后另外再来看到还是有苹果 因为今天呢 有带这个青菜 红杏菜 所以应该把它吃掉 可是刚刚在入同学会的时候呢 又出现了这个沙拉 就这么多要怎么吃呢 好 我一边吃一边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新闻好了 嗯 其实大家今天很关心的 应该就是这个台风 台风呢 可以说呢 墨兰蒂 它呢 影响到台湾的部分 现在是台中的状况比较危急 那么像昨天我们也看到了 台中的冯甲大学前面也淹水 那今天晚上我们会把SNG架在林边 因为怕今天林边会不会有涨潮的这个状况 那整个台风呢 大家看到 因为就是气象局说 它比莱罗克还要严重 可是它看起来 我们知道现在台风都不是看它的风有多大 是看它的浴有多大嘛 所以大家要看的是这一点 那么大概在明天中午以后 就会逐渐的 对我们的影响会变小 那另外当然今天这个日子是 九九九九的历史时刻 你可以说四个九或者是六个九 因为如果1999年9月9号 然后这个九点九分九秒 那真的是不得了 在这个时候您在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来看到的 今天也好像是个好日子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结婚 昨天传出了好像烧车子的这个马国币 刚刚连线已经看到 她很开心在迎娶了 嗯 当然呢 就是结婚之前一定会有所担心的嘛 那今天可以看到 大家都非常祝福他们 那我们还有看到 九块钱的便宜东西 很多东西大概十几块都算九块 像是卤肉饭啊 像是一些吃的东西啊 今天也很期待 那当然在这里呢 还要来看到一个 就是我看了一个新闻 周丹薇 她因为呢 这个乳癌的零期 所以心情不好 那她主要就是因为 打这个排卵针 为了想要怀孕打排卵针 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她自己来说 应该也是进行切除 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我想花点时间 跟大家来讲一下乳癌的重要性 像我自己在主持健康同学会之后 我去做健康检查 都会特别注意到 女孩子一般来讲 就是乳癌或者是子宫肌瘤 那子宫肌瘤 因为政府一直在推 所谓的这个子宫颈抹片 所以整个子宫颈癌的比例是 下降的非常多 但是乳癌现在都在说 六分钟护医生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去处诊 自己去摸 但是其实医生告诉我们说 你摸 你摸到的时候 他已经都是可能中期了 他才摸得到嘛 那大家说怎么办呢 就是最重要的 每年一次的 我们这个乳房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超音波要去做 那么当然 乳房超音波里面 他在做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你有没有乳癌的可能性 那更进一步的 就是乳房摄影 乳房摄影呢 其实我上一次有做 我做的时候 它有点像是 一个很奇怪的仪器 上下都有的 铁的 然后它会调动以后 它就会压下来 那你必须把你的胸部 靠过去 它把你胸部夹 那它会把它压到某个地步 你觉得好像快要爆炸的时候 它来拍摄 因为这样子呢 你才能够看得到 我们乳房的组织是如何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 是因为现在台湾 按照医师的说法 罹患乳癌的人数 急剧的增加 而且直线的增加 而且呢 真的是达到 让他们觉得 非常担心的这个地步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在长长久久的 今天这个日子 也提醒 不管是男性的朋友 或者是女性的朋友 为了你 或为了你的另一半 提醒他 一定要去做乳房的检测 好 今天的新闻 当然还包括了 就是 嗯 华硕要出新的手机啦 所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当中 我们大家都会看到 讲了半年 我都还没有开始吃饭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晚一点 我们还会有这个 讲英文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先来吃一些东西哦